长毛顶楼现火海 橘红色火光伴随黑烟不停往上窜 新竹科学园区新安路上 伟创自通公司 25日晚间10点多 6楼空调机起火燃烧 风管内留有残火 当时还一度延烧到同层楼的管线 火势蒙烈 消防紧急进行 人员疏散 伟创以及阳明光学 两公司共疏散了 夜班人员464人 索性无人受伤 火势也一直到了26日凌晨2点才获得控制 除了顶楼外观部分地方 还流油火灾浇黑情形 周遭环境已经恢复正常 回想昨晚空气品质相当糟糕 还有民众被烧焦的恶臭味 熏到要戴起防毒面具 会很重 我们都把门上关起来 是一种刺鼻的烧焦味的感觉 昨天大概10点 11点 那附近就开始在家里面闻到一个烧焦味 然后感觉很像是那种电线走火那种味道 那由于春南风有可能影响到本县 我们今天早上在看的时候 空气品质已经是良好以及普通的一个状况 伟创与阳明光均在清晨发布重训 伟创表示整体营运及财务上没有重大影响 实际损失还有待评估 而阳明光则宣布受损厂房停工停班 直到生产设备回复时程复原为止 记者和孟谦李廷熙新竹采访报道